而讲到谁来接手呢 据2018 921选举虽然还有两年多 不过呢 因为新北市 台南跟高雄 现任市长都将卸任 所以蓝绿都在积极布局 蓝营呢 派部分区立委回乡经营 而绿营则在南二都的大票仓 也有不少的现任立委 跃跃欲试 一个得票数最高 一个得票率夺冠 20149合1城局蓝清德再创新记录 但随着两人市长任期 就到2018 党内立委鸭子划水 默默布局 大高雄地区传出 谢信立委管毕林 还有立委得票率高达75%的林黛化 都想成为城局接班人 不过还得面对城局子弟兵 高雄市前副市长刘世芳 有意角逐 关心高雄 以及愿意在整个城市的 这个进步当中 我们就是一个高雄队 所以我想是不是子弟兵 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高雄的子弟兵 第一个我情保机证 第二个我努力问证 未来想要接班的人都有希望 我觉得这是大高雄市民之福了 传出城局核心幕僚 高雄是环保局前局长肖玉正 已经加入刘世芳团队 绿营大高雄有三人进竹 台南同样三足鼎立 新潮的立委叶宜金 游戏困子地兵陈廷飞 还有立委黄伟哲 深耕基层 企图性不小 如果立法委员的工作都做不好 先还想到其他人 这个难免让人家觉得吃碗内看碗碗 所以讲碗来矿碗碗也不是挺好的 毕竟南二都一直是绿营大票仓 只要获得党内提名 等于是笃定当选也让党内立委跃跃欲试 面临绿军来势汹汹 2014大选溃败的蓝营也在提前布局 六都唯一一席新北市在朱立伦卸任后 副市长侯友宜可能是接棒人选 党内同时也点名前秘书长李四川 至于监困选区南二都 战力十足的劳动部长陈雄文 被看好是可能人选 高雄市则规划不分区立委 陈一鸣 徐玉仁回老家蹲点 着眼蓝营执政县市只剩下一都五个县 党中央提前埋锅造范 只判在2018扩大版图 有点提供的则刘一轩台北报道